从一件这么小的事情都可以看得出来 蔡总统要嘛就是私心嘛 他只是当下的这个媒体问了 所以他只好给了一个应付一下 对对对 应付的答案 所以他根本不想去处理 有一种可能是这个 一个可能是他真的无能到 连发言人都不听你的话了吗 一个总统府的发言人 可以不听总统的话吗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离谱 无论从哪一个面向的解读 我觉得蔡总统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 他有口无心 然后就这样子敷衍式的 想要让这件事情就过关 我觉得对他的选情 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别忘了这两个民调都告诉大家 蔡英文总统稳坐老三 这样的人怎么可能 他的情况就很像当时台北市 市长选举的时候的姚文志 就是怎么样民调 他做在第三名 最终的结果 他就是当不了台北市长 而现在的蔡英文 就仿佛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姚文志到后期的时候 他还有点要力图振作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蔡总统 你如果连一个发言人的 这个失言的风波 你都处理不好 我觉得那16的这个数字 刚刚有人说 跟苹果比较起来 好像太低了一点 如果一连串发生这样的事件 他都处理不好 恐怕还要再更低啊 可能不是最低 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 该道歉的 真的要出来道歉 一个总统府发言人的高度跟格局 骂一个高雄市市长土豹子 而且你不分青红照白 韩国瑜是在帮高雄市政府 争取他应该有的高雄市的 这个前瞻预算 这个事情有他的正当性 荣获在言语上面 可能这个是当时赖清德 在任的时候 交通不发的公文 只有在这边稍微有出入而已 那这样子的事情 可以让你拿来说嘴 骂人家土豹子吗 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再不处理 我认为这一个对蔡英文总统的伤害 还会再持续下去 我会把这种高雄市质疑 直接按钓 谢谢大家